泰国心态日报设计,今年9月中旬,泰国巴提杨警方在巴提杨能扑镇,以涉嫌涉顶进行网络赌博,为名逮捕6名中国人,并缴获大量手机、电脑、银行卡等作案工具设备。 10月25日该案件发生八转,当天上午11点左右,涉案的6名中国人,在一名太极律师西蔡陪同下,前往泰国国家警察总署举牌叫去抗议,趁泰国警察滥用职权,制造假案敲诈勒索中国人,6人向警察总署署长洁帖,递交请认输,希望其能组织公报。 据与6人同行的太极律师西蔡称,9月18日,近10名巴提杨警方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强行闯入并突查。 南普正6名中国当事人的住宅区,进行了长达14个小时的搜查,而后警方工作人员打开电脑,并进入赌博网站,为了拍照做证据,抢破6名当事人,坐在电脑前扬装网络赌博, 在以涉嫌非法入境,非法进行网络赌博,为名逮捕6人,并关押到南普监狱。 新参表示,在此期间警方工作人员,不允许6名当事人,使用手机联系中国大使馆,并且将6人关押,一夜之后又转移到巴提亚监狱。 期间其中一名当事人趁机打电话向家属求助,家属便向一名泰国律师求助,但该律师向家属所有500万诸案件处理费。 在该名律师帮助下6人于次日早晨被释放,并返还所有责案赃物。 新参透露,由于警方缴过的所有赃物,实则并非6名当事人所有,当事人便将所有赃物销毁丢弃。 两周后,警方再次已刻意销毁当务,为名将6名当事人逮捕。 6人岁又向任律师求助,该律师要价高达210万诸。 当事人无奈向大使馆求助院使馆介绍律师处理两个案件。 喜猜趁,因被捕期间6名当事人,被警方搜刮了近90万诸财物。 当事人遂意识到被泰国警方敲诈勒索,因此向泰国国家警署求助。 愿警署能为6人主持公道,维护泰国公平公正的旅游形象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